花林省政府人事处举办111年度员工协助方案 一起来好会关心压力调试工作方活动 县长徐政会特别到省府大礼堂关心同仁们的学习状况 也希望透过这个活动大家所制作的盆花 不仅观者心情美丽 也可以把家里装点得更有生命力 24号上午 省政府学会在人事处处长曾淑芬的匹同之下 来到花林省政府大礼堂来关心省府同仁们上课插花班的情况 现在许中表示每年的税末年终 幸福都会安排插花班的课程 希望透过研习课程让同仁们移情养性 透过讲师的指导制作出最美丽的花艺 那其实可以把心真的很好的静下来 其实当你拿到一根花彩的时候 你真的要剪它你还犹豫 还会非常犹豫 因为什么地方你感觉每一个都很漂亮 可是你紧不下去 但是这就在舍与德之间 所以人生其实也在舍和德之间 然后我想今天我们每一年岁末年终 都会办好几场的我们的这个插花的研习 就是希望带大家带一盆花回去 让自己的家更不一样 因为那一盆花你就会开始收拾你旁边的桌面 再因为那盆花你的收拾的地方会越来越大 然后整个家的氛围都不一样了 所以在这里 我们再次谢谢校场老婆老师好不好 也谢谢人士助网 这一次 因为这一次是20个人一场 所以我们30人一场 我们也要谢谢有部分的经费是农业处支持 所以再一次跟大家分享 还有新政府每一天下班以后 这个场地都非常忙碌 大家知道吗 有上什么课你们知道吗 瑜伽还有呢 有氧还有呢 太极 对 所以瑜伽我们已经连续好几年了 我们去年又开了一个新进的班 这个初级班 那太极拳也是很多年了 所以我们希望让大家都能够身心灵 把大家的身心灵疗愈而且抒压下来 那其实各局处有干了很多的活动 我们大家一起共同 让自己更健康 我们每一个人健康 家庭就会健康 花里也会更健康 婴儿更健康 谢谢大家 心情快乐 知道县佛同学们各种蓬花的技巧 不仅训练心灵手巧 也将各种常用的花财介绍给学员们 让他们回到家之后能够持续应用 将家园装点出青春活力 生命力旺盛的感觉 记得请你欢迎收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订阅 转发 订阅 转发 打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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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转发 打赏